下面請收聽由林少明為你播講的長篇小說 《孫中山》 言文哉俗 書接上回 上回就說到那個韻維俊真厲害 他看到那個狐身 神情不對 他一眼就看穿 他一定有陰謀 所以就帶他去袁帥府 進去倉庫裡 現在用槍指摘他 你來幹什麼 你說送信嗎 信呢 信呢 我暗線跌了 跌在哪裡呢 好了好了 你別騙神騙鬼 你看看你 你根本就沒有信 不是吧 是莫督軍派我來送信 你不信 不信我明天早上帶你去見莫督軍 你不是來送信的 你是來謀殺大元帥 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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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維俊早就已經撐到他 腰間押著那支薄殼槍 突然一啪 把薄殼抺出來 你看 雞頭都起了 送信半夜三間 把薄殼蓋上雞頭 送信分明來陰山 老實說 你現在認罪 我還放過你一條命 你這樣不認 我現在還在槍斃你 不關我的事 是莫督君要我來做 捉了這個刺客 李福林就發火了 自己派去保衛孫中山 原來他做了這樣的事 李福林就直接槍斃了他 這一回 莫榮申更加仇恨孫中山 孫中山派陳廣明帶了八千士兵去福建 貴系的軍閥覺得孫中山現在手上有槍 更加仇恨 覺得孫中山是危險的敵人 於是貴系就跟吳佩夫勾結 雙方和解 廣東 廣西 湖南沒有了北方的威脅 三個省就聯合起來對付孫中山 還買通了非常國會議會的議長 要召集全體會議 通過修正軍政府法案 實質上就想取消孫中山大元稅的職務 在五月中 孫中山就辭去大元稅的職務 五月二十一號 孫中山帶著沉重的淒涼的心情 返回上海 孫中山這一次的護法運動 又是失敗了 但是呢 他從這一次正反兩方面的教訓 逐漸形成了系統的革命理論 他又利用比較得閒這一段時間 他完成了一部偉大的著作 《建國方略》 孫中山在廣州的時候 已經知道宋家樹病得十分嚴重 他幾次都想回上海探望他 但是抽不到時間 上帝並沒有給孫中山和宋家樹面對面和解 宋家樹在五月三日離開人間 孫中山一回到上海 就跟宋兄凌去拜祭 在墓前 孫中山對著這位 場面地下 曾經給予自己無私幫助 和巨大財政支持的患難之教 這個互相了解無所不談的資深朋友 但是 又致死都不肯和解的外父 真是白感交集 失去親人的悲痛 對他無數次仗義幫助的感激 對幾十年來親密的交情的懷念 對致死都未能和解的遺憾 軟失 內疚 然後 孫中山忍不住 喊了一聲 要遺憾 接著就撥在墓碑上痛哭 在宋家樹墓地回來之後 一年幾日 孫中山沒有辦法擺脫悲痛的心情 他經常坐在騎樓上 看著對面貿性的法國悟痛向上 和玉蘭市 那年五月四日 北京學生就掀起了一場 劃時代的五四運動 反對帝國主義簽訂不平等條約 反對北洋政府喪權辱國 中國啊 本來是戰勝國 但是在巴黎和會上 居然將德國佔領我們中國的交東半島交給日本 還跟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 因此 極起了愛國青年 遊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 反對北洋政府賣國 就爆發了五四運動 孫中山是五月五日看報紙才知道的 他十分激動 一連講了幾句恥辱 恥辱 其恥大辱 什麼巴黎和會啊 簡直是分贓會議 北京的熱血青年 北今亡國示威遊行 他們是中國革命的希望 孫中山立即發見會支持學生 又吩咐朱執信 帶歸土 馬上寫文章揭露北洋政府 那天下午 宋兄齡寫著著一封信 原來是楊學齡的信 哦 我四大扣兄弟來信 宋兄齡指導 楊學齡、尤烈、陳肖伯和孫中山 在翠鏗村的時候 是少年時代的好朋友 又是激進思想的志同道合者 但是他就不知道四大扣這個名字的來歷 他就問 四大扣的名字 是不是被官府通緝那陣安的呢 不是啊 當初呢 我們搞反清活動的時候 是在香港 歌庫街那裡的 我們是很欣賞洪秀傳的一句說話 就是不以誠者為王、敗者為寇 故此呢 我們就自稱為四大扣 就是說呢 就算我們失敗為寇 也沒什麼在乎的 孫中山還說給宋慶寧聽 楊學齡呢 他的唐大佬 叫做楊錫經 是個崇伯品的小官來的 他是自己的老師來的 楊錫經的兒子叫做楊欣 是楊學齡介紹跟隨孫中山鬧革命的 後來 在首次廣州起義的時候 楊欣呢 將自己的田產和老婆的首飾 通通賣光 捐給孫中山革命 那對楊家的要求呢 是不幸不利的 現在楊學齡生活很艱難 想找一份東西做 來養家活口 但是現在自己也沒有任職務 去哪裡幫得到他呢 宋慶寧就說 哎呀 他是元老來的 怎麼都不能夠傷他的心 不如這樣吧 寄一百元給他先 啊 你原來還有些師幾錢的 哎呀 哪裡還有啊 我是想辦法 孫中山突然想起 哎呀 寄給盧慕精那百元寄了沒有 不行啊 不行啊 你不能夠耐用這些錢的 哎呀 有什麼緊要啊 遲幾天寄給他都行啊 到底是自己老婆嘛 哎呀 你說什麼啊 你老婆啊 哎呀 說漏嘴啊 是孫科老媽子 宋慶寧就一邊笑就一邊說 那 哎呀 我說你聽啊 無論再艱難 我都沒試過寄少一分錢給勞夫人的 你不准用這筆錢啊 哎呀 那等我回家 找我媽媽想辦法 喂喂喂 整天找外家來都借 我這個女婿面目無光的 哎呀 那有什麼辦法呢 為了你那個四大寇嘛 我怎麼都要去找啊 孫中山嘆了口氣 我呢 曾經許過緣 第二 革命勝利了 我有本事呢 我就建一間屋 給他們三個來養老 哎呀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了却我這一張心事 六月初 一半在北京南下的北大學生 許德行 張國徒 路過孫中山的家門外 張國徒就說 這裡是孫中山的住所 許德行就說 哎 好機會啊 我們去拜會一下這個革命的泰斗 於是一起湧到門口 衛兵就不肯放他們進去 大家就吵起來 馬上就出來 對那些學生解釋 哎呀 對不起 對不起 孫先生呢 孫先生呢 就不得閒 你們沒有經過預約呢 現在怕不能接見 許德行就發火了 喂喂喂 我們是來商量國家大事的 他居然說不得閒 那做什麼 張國徒也說 如果孫先生自己出來 他自己出來 當面說不得閒 我們馬上走 雲維俊也出來勸解 但是那些大學生 一概不理 越吵越大聲 孫中山在裡面聽到 就跟廖仲海趕出來 學生一看到孫中山 那些火氣已經燒了一半 張國徒就說 孫先生 我們就很想見你一面 又不知道這裡的警衛這麼心嚴 孫中山笑笑口對馬雙說 喂喂喂 你呀 你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這些什麼人 你知道嗎 這班呀 是火燒賣國賊的家 拳打賣國賊的人 他們呀 是五四運動的風潮人民 你真是大膽呀 你這麼阻擋他們 是 好了 大家請進去坐 請進去 學生揚揚得意 一起湧入屋 進到客廳那裡 孫中山就親自沖茶給他們 大家坐定了 許德行先開口 我們呀 初來都敬重孫先生 因為孫先生 你是平民領袖 想不到來到門口的守衛 好像如臨大敵 豈不是把孫先生 你和老百姓分隔開 廖仲海就解釋了 這樣也不能怪那些門位 這個是我決定的 孫先生已經有四次被人暗殺的了 如果你是我 你又會不會把孫先生住的這裡 變成一座街市呢 那群學生無話可說 孫中山就笑笑說 好了好了 不要說這些了 人家現在通通是我的上賓 張國圖就問了 現在南北局面搞得這麼亂 請問孫先生 你有什麼好的辦法處置呢 許德行更加直接批評 孫先生 你只是注意 搞上層政治活動 對五四以來的群眾運動 新文化運動 你不夠關心啊 在談話中學生又問 孫先生 你手頭都有幾萬支槍啊 為什麼打到書呢 這次會見 確是令孫中山 深深思考很多問題 學生問得對的嘛 你手頭不是沒有槍的嘛 你有幾萬支槍啊 為什麼打到都失敗呢 孫中山經過認真的思考 他明白 不能夠只靠武裝 還要有明確的思想指導 1919年10月 孫中山就著手改組國民黨 改為中國國民黨 在黨綱那裡明確規定 要鞏固和實行三民主義的宗旨 要改變思想混亂的局面 送走了學生之後 那天下午 孫中山就進來找孫中山 要拿錢去廣東 孫中山就不在 孫中山就不在 孫中山就在客廳坐 等了很久 孫中山還沒回來 孫中山就進來說 喂 你等了很久了 孫中山怕不會回來的了 不用等了你 說話說得挫雷錘 一點都不客氣 那時候呢 宋慶寧剛剛走進來聽到 就馬上喊著她 喂 小韻 為什麼你這麼說話呢 你想趕人家走 不是啊 孫先生上午都不會回來的嘛 他在等著什麼呢 你真是的 這裡是人家的家 你怎麼管得人家這麼多 什麼 是他家 他是孫科 是孫先生的大公子 尹維俊的雙手掩著臉 哎呀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你 你怎麼不告訴別人聽才行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因為很少回來 你不認得我 宋慶寧就順手 沖了杯茶給孫科 跟著問 你父親派你去廣東是嗎 是啊 我跟朱執信一起去 去陳炯明那裡 宋慶寧就說 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軍隊 那就真的好了 陳炯明是一軍軍長 那義軍是誰啊 哦 是不是蔣介石啊 不是 是許崇志 蔣介石是當參謀長 我這次去廣東呢 是聽從徐紹貞指揮 徐紹貞是民軍司令嘛 那時候呢 廖仲海回來了 拿著一大包銀子 就交給孫科 那兩萬五千元啊 喂喂喂喂 怎麼這麼少的啊 不夠的啊 哎呀 你還嫌少啊 這個是你爸爸把這間屋抵押出去 才賺到那兩萬五千元而已 哎呀 宋慶寧就問 咦 這間屋又抵押了出去啊 上次不是抵押過一次的 哎 上次是押給法國銀行 這次是抵押給美國花旗銀行 下次就抵押給俄國道星銀行 宋慶寧就笑了上來 哎呀 那三間銀行為了爭奪這間屋 容易引發世界大戰啊 幾個人就哈哈大笑 宋慶寧拿著的錢就馬上去廣州 去協助朱執信策動 虎門耀塞司令起義 在九月十日 虎門耀塞司令就派了個特使周知貞 來見朱執信和宣科 周知貞是對朱執信說 那大道理就不用說了 休斯令都明白的了 現在呢 就是等著朱先生你去見面而已 跟你見面之後啊 他就立刻起義了 宣科就插嘴了 既然是有心追隨革命 何必一定要朱先生到場呢 朱先生現在很不空的嘛 他是廣東討察軍總指揮來的 他還要去廣衛鎮守市李福林那裡 怎麼分得身來啊 誰知道那個朱執信呢 爭著他 不要緊要不要緊要 我去 你回去告訴司令聽 叫他準備好我來 周知貞就立刻起身告辭 好好好我先回府門 等候大家光臨啊 送走了周知貞 宣科就勸著執信 喂我聽說啊 府門要塞這個司令優惠男 和貴系莫名身關係很密切啊 你也是提防一下啊 因如他耍什麼陰謀詭計呢 嘩 想做事就只能這樣了 如果是樣樣都說安全 躲在家裡什麼都不做就行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看呢 不如呢 就先去拆動李福林 因為李福林呢 他的福軍啊 一直跟我們革命黨都有聯繫的 大家合作過嘛 他又曾經派兵保護過大元帥的 做他的工作有把握的啊 朱執信就認為 現在時不我雨啊 七月份 徐紹貞 帶領幾千民軍在江門起義之後 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的嘛 現在徐紹貞已經兵分五路集結廣州 陳廣明、許崇志 奮兵三路攻打貴系 我們如果能夠爭取到府門要塞起義 廣東大局可定啊 選貨見到朱執信這麼堅持 就不敢再爭 過了幾天 又是那個周知正 他坐著電船來接朱執信 他就扶朱執信上船 開船之後呢 他才對朱執信說 朱總指揮啊 今天我來請你 還有件很重要的事 要找你商量啊 嘿嘿 上了船才說說有件很重要的事 喂 到底什麼事呢 欲知後事如何 此一代下回分解